大家好,我是发哥 今天带大家一起浏览一下这一周的科技新闻 那么新闻图的要是有关于贴文学的 来自欧洲太阳轨道飞行器的新图像 可能会揭示太阳石上的这个神秘变化 并有日语解释为什么太阳风 影响中不同的湿度吹动 3月,寒冷气在太阳日面中发现了一个S型 喷射等离子体血合 这一观察结果与之前的预测相关合 即恒星的环形石上蟹 有时会闯到更罕见的磁蟹 将来导致发射等离子体的磁蟹 形成一种纽结迹象 称为这则法 科学家们此前曾在市场数据中看到过车坊的证据 当上周在TAT物理学杂志快报上报道的他们的图像是第一次 这些发现致入了这样一种观点 即假冒的太阳风是由环形市场写车坊引起的 这项工作可以帮助科学家更好的预测强大的太阳风 风暴对地球的影响 这可能会对通信系统和讨航设备造成年龙破坏 第二条是有关于免疫疗法的治疗 这个红巴南昌疾病 提示了一种对抗每些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新疗法 五名红巴南昌患者已成功接受了工人免疫细胞治疗 德国的一个研究小组本周的自然医学杂志上报道说 这些旺者、市民女性和医民因自身免疫性疾病而出现严重疾病 并发症的男性接受了看抗抗原兽体T细胞CART治疗 该策略已有五年前让美国被批准用于免疫细胞B细胞癌症旺者 包括分离T细胞的体患 对其进行精英改造以靶向特定细胞 在这种情况下刺激男肠的B细胞并将它们重新致入体内 所有五名患者都很好地接受了治疗 他们受伸的器官功能 与肾脏问题得到的改善和解决 患者还停用了他们正在服用的其他用物 也就是这个免疫医治剂 研究人也指出 尽管很有希望大水族实际的推移 需要在更多红帮浪尘网站中研究CART治疗法 也确保其安全有效 第三条是有关于种畜主义者 一项测试评估 种畜主义对健康影响的创新方法的研究发现 在每人经历了种畜主义互动后 投业中的压力荷尔蒙水平几乎立即飘升 在一项四点研究中 研究人员让12名美国核人参与者在4天内 每天4次收集他们的投业 在同一时期 参与者使用手机应用程序 记录感知到的歧视和为攻击 也认为种畜而比无认为是服务人员 研究小组本周在BLAS ONE这个杂志上 报告说 参与者报告种畜歧视 世界后的第二天早上 他们投业中的皮质人水平 一种在情聚困扰其解释放的技术增加了 攻击者事物有更快的效果 在同一天增加皮质人水平 由耶路大学副理学的 Soyang Lam领导的研究作者表示 他们策略的优势在于能够 十日跟踪参与者 并全体分析他们的技术水平 并计划进行其他类似的研究 第三条是有关女科学家的 这个薪水的问题 那么一项新的研究方式 与之前的研究结构 向复印的是女性教育 即使是那些拥有出色发表记录的教育 新手也低于男性同志 研究了17岁美国研究 命运性大学的这2300名在科学技术工程和实质领域工作的中生教授或中生教授的公开新手实际中研究人员发现 即使在考虑到一下营事后 新面薪酬差距仍然存在作为一个部门的平均工资和个人的H指示 该指示反映了他们发表了多少篇论文 以其这些内容被用的多少次 例如H指示为49的教授员工中 女性的年龄比男性同行少有6000美元 研究结构强调了大学检查教师薪酬平均性的必要性 第五条行为是有关于这个地理方面 上映者美国内政部DOI 人美国国地的650座山东小溪小山车和其他地理特征中 删除了一个用来诋毁美国原住民女性的名字 美国政府首次首位美洲原住民论预论人员 德埃比哈兰德部长成立了一个委员会 考虑了超过172条新名字的建议 包括美国地质调查局在内的联盘机构将更新他们的地图 博物馆网将更新在名单上地点附近收集标本的设计库 让我们的产品信息反映多样性和包样性加持很重要 史密森学会国家自在历史博物馆产品治理主任 卡罗尔巴特勒说 博物馆将更新其热设计库中的十百个实例 其中大部分日子的具有漫漫性名称的地点收集的职务标本 卫生部将继续接受其他需要更名的名称的介意 最后一条是关于这个卫生保健的新闻 在性侵后请求紧急福利的人也可能被无种正常的医疗医疗费用 研究人员观察了 2019年近11万3千次急诊科就证的新暴力事件 发酵金16%的被侵进被攻击者没有医疗保险 平均需要支付近3700美元 早知性侵的孕妇收到了指控最高 平均超过4500美元 本周发表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这项研究的作者警告说 这些费用可能会阻止人民报告他们的经历 会寻求帮助 他们还写到低收入妇女或女孩尤其是遭受性侵暴力的人 可能尤其是遭到医学费用的深重打击 今天的这个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谢谢观看 再见